这应该是所有男人都想得到的未来科技 仿生人妻子 在未来世界只需要花费一万块 就能拥有一个让你满意的智能仿生人 不仅身材和外表可以随意定制 就连性格都能按照你的要求设定 更不可思议的是 皮肤居然设计的比真人还要柔软 除此之外 无论主人提出任何命令 他都会无条件地服从 当然仿生人也有缺点 那就是无法生孩子 但你不用担心 伴侣公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特意研发了一款仿生人婴儿 而且一起购买的话 还能享受骨折优惠 如此优秀的产品 很快便被用户一死而空 大壮是专门保护仿生人的特工 伴侣公司为了留住他 送给了他一个最完美的作品 小美不仅身材很棒 功能也比其他仿生人要多 大壮惊喜万分 立马将小美带回了家 小美第一次睁眼 大壮就迫不及待握住他的手 可仿生人刚开机 就像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婴儿 但她有着超强的学习能力 很快便学会了走路 经过她的自主学习 小美已经像真人一样 不仅会给主人做出美味的晚餐 还会在闲暇之余阅读大量书籍 等大壮出去工作后 她甚至会自己学习穿搭 就连化妆也不是问题 等晚上大壮回家 辛苦了一天的她立即叫来小美 为她开启了亲力模式 这段十分浪费流量 我们就直接跳过了 等大壮熟税后 小美的电量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为了维护正常使用 她会自行进行充电 可就在这时 她突然看到窗外有个戴面具的人影 但小美并没有在意 随后便躺到充电仪上进行充电 然而这并不是普通的充电 仿生人会在充电时 进入一个梦境世界 这里会模拟出主人的生活环境 小美在里面能认识到大壮的好友 这样能够快速融入丈夫的生活当中 一切看起来似乎很是美好 但并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每天都会有大批女性进行抗议 他们觉得仿生人也是人 不应该成为男人的奴隶 这天小美在准备早餐时 新闻报道上称 有两个仿生人突然消失 这周已经失踪了15个 小美很是疑惑 仿生人只需1万块就能定制 为什么会有人绑架他们呢 大壮告诉她 这是一个反抗组织干的 他们专门绑架仿生人 然后将他们的程序篡改 变成只会恐怖袭击的傀儡 大壮追查了这个组织很久 一直没有抓到关键人物 这天晚上 反抗组织的一个仿生人突然苏醒 她成功绕开守卫 从楼顶静置跳了下来 大壮通过定位很快找到了她 原来她是大壮安插的卧底 在卧底的带领下 大壮轻易解决了里面的看守 并救出了三个仿生人妻子 这些被篡改的仿生人 只能送回公司进行洗脑 然后再送回到客户手里 而小美这边 她再次进入到梦境世界 却在里面见到了一个面具男 面具男似乎认识小美 不断说帮她找回记忆 还递给她一张红色小鸟的卡片 小美顿时一脸懵圈 根本不知这代表着什么 她询问梦境管理员 是否认识那个面具男 可管理员也不知道 等回到现实后 小美靠着记忆将图案 编织成了一个抱枕 等大壮下班回家后 看到那个小鸟抱枕 竟被吓了一大跳 可她在小美的面前 不敢表现出异常 只能趁小美不在时 偷偷把抱枕扔进了垃圾桶 似乎这个图案隐藏着什么大秘密 这天小美在家找到了一辆自行车 于是便骑着自行车出去兜风 可来到一片树林石 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女人 瞬间把她给吓了一跳 女人似乎认识小美 和她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小美很疑惑 并不理解话中的意思 可女人没等她反应过来 就转身离开了 回到家里 小美把事情告诉了大壮 大壮让她别放在心上 或许那只是一个反抗组织的人 随后小美说道 这段非常浪费流量 我们就直接省略掉好了 这天有个逃跑一年的仿生人 藏在这座写字楼里 公司让大壮去把她抓回来 虽然目标样貌整了容 但大壮凭借多年的经验 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仿生人立马解释道 她已经不爱那个主人了 并恳求大壮放自己一马 见大壮迟迟没有答应 她扔下背包 朝着反方向疯狂逃命 慌乱中她逃进了一个房间 但里面根本无路可逃 谁知下一秒 她竟当着大壮的面 跳下了数百米的高楼 大壮感觉事态严重 立即将此事汇报给老板 既然仿生人会选择自杀 那说明她已经有了自我意识 这样很可能会伤害到主人 然而老板并没当回事 只要重新编写下程序 就能轻易解决这个问题 而小美在家干活时 上次那个神秘女人进闯了进来 她说小美现在只是个傀儡 自己可以帮她恢复记忆 可小美无法理解她的话 认为她是反抗组织的人 眼看小美态度坚硬 女人只好先行离开 临走时她告诉小美 自己会让面具男来唤醒她 果然在当天晚上 面具男再次出现在梦境中 小美非常疑惑 她到底是怎样进入自己的梦境呢 而面具男告诉小美 自己千辛万苦来到这里 只是想为她恢复记忆 就在她扑向小美时 大壮及时将她叫醒过来 小美把刚才的事告诉大壮 大壮则安慰她 那只是她心中的恶魔罢了 为了抓住面具男 大壮找到编程师小黑 让他帮助自己进入梦境 可在进入之前 小黑告诉大壮 那个面具男或许是个真人 如果在梦境里死了的话 现实中会变成植物人 所以有条法律规定 禁止在梦境里杀人 大壮保证自己绝对不会乱来 等大壮进去之后 面具男果然再次出现了 这次她将面具摘掉 小美似乎认识这人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面具男刚想说话 大壮就从小美身后走了过来 看到面具男后 大壮直接挥拳打了过去 面具男还想反抗 直接将大壮扑到另一个场景 接着一拳打倒大壮 但她一个普通人的攻击 根本伤不了身为特攻的大壮 很快就被大壮撩倒在地 大壮迅速骑在她的身上 一拳一拳地砸在面具男脸上 就在大壮想要将面具男掐死时 小美的电量突然不足 瞬间将她带了出来 而小黑明明叮嘱大壮不要杀人 可大壮却一意孤行 对此她非常生气 如果面具男有个三长两短 自己也会受到牵连 但大壮却反驳到 自己是小美的丈夫 只有杀死面具男 才能更好地保护小美 看着如此疯狂的大壮 小黑表示不想再参与其中 第二天 大壮将小美送回公司 打算抹出她的记忆 可她万万想不到的是 里面的一个仿生人 居然认识小美 还把记忆保存的方法交给了她 她还告诉小美一个秘密 其实她已经被送来重置过很多次了 只是她不记得而已 随后小美按照她的方法 将记忆保存到梦境里面 等重置过后 再从梦境里找回之前的记忆 很快她就被大壮重新唤醒 但她这次拥有了记忆 只是在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大壮准备将她重新设定 不料小黑这事走了进来 她找到了大壮犯罪的证据 原来大壮是个单身汉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见到了美貌的小美 之后便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她 可小美已经有了男友 为了彻底占有小美 大壮居然污蔑对方是反抗组织 并以对方反抗为由 这样根本得不到小美的信 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 趁小美熟睡的时候 用那个小鸟图案的抱枕 将小美活活无死 然后为她戴上戒指 将她送到伴侣公司 做成了自己的仿生人妻子 眼看事情败露 大壮只好先下手为强 一枪将小黑送去了西北 没想到这一幕被小美看到 大壮又打算将她送去重置 可此时的小美已经恢复了所有记忆 小美瞬间将力量开到最大 伸手轻轻一拽 就将大壮扔到了地上 接着她迅速骑到大壮身上 用自己强大的机械臂 硬生生掐断了大壮的胳膊 然后拿起那个小鸟抱枕 用同样的方式为自己报仇 大壮挣扎了一回 便彻底没了动静 随后小美脱下那枚戒指 还给了死去的大壮 故事的最后 小美回到了反抗组织 这里所有人都拥护着她 原来她本就是组织的老大 就连保存记忆的方法 也是她找出来的 为了让仿生人获得自由 她创立了这个反抗组织 而另一边 伴侣公司也没闲着 老板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 他们造出了第一个男性仿生人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前特工大壮 他还保留了以前的记忆 I'm coming for you And I'm coming for you 电影到这也就结束了 总的来说构思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却存在着很多剧情漏洞 不过靠着女主的身材和样貌 还是可以撑起整部电影 如果真的有这么漂亮的仿生人 你愿意花一万块钱 将她娶回家吗 I'm coming for you